亚尔及利亚民众欢庆82岁的总统布特·佛利卡辞职 结束长达6个星期要求他下台的示威 穆桑比克遭到风暴的重创之后 负乱暴增 感染人数至少1052人 世卫组织在该国进行疫苗的注射 在比利时 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说 英国国会如果未能在下星期五之前通过脱欧的协议 脱欧不会再有短暂延期 墨西哥运往美国的货物面临多达12个小时的延迟 因为部分美国边防人员调往处理移民事宜 多个口岸的货物过关遭到延迟 曾任联邦检察官的莱特·福特当选芝加哥市长 他是首位非裔女同志当选该市的市长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